沖完以后,屏幕这边走下走会显示喷头关闭 然后油墨这块会显示零 好,我们现在接下来做下一步动作 我们找到那个喷头 这个喷头 把外面金属套筒打开 之后后面有个螺丝的,把它悬开 把套筒的悬开以后,可以把套筒拿下来 悬下来以后是这样的 这个是喷嘴 我们末线会从这个喷嘴里面出来到这边回收槽 这边进去回收槽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喷头 最好是尽量是这样放 让这个喷头和这个电源处于水平线上 这是最好 然后我们去系统里面 找到喷头喷管清洗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墨水在机器里面做一个循环 所以你们最好在这个下面放一个结肺液的东西 有可能它会有泄漏 有可能就是 然后我们按 这个别管它警告 都按掉任意键 然后它这边会显示正在执行喷头喷管清洗 然后我们大概执行个15分钟 OK我们执行完以后 按在这个系统里面 找到快速停机 按确定 稍微等一会儿 它左下方 等会会显示 喷头准备在关闭 显示正在停止墨线 这个上面这个图标也会闪 等到它这边显示喷头关闭以后 OK喷头关闭以后 我们在这个喷头上面 需要把 需要把这一个 黑色的这一块 拆下来 拆下来以后 会看到这个 黑色塑料块里面 有个密封圈 我们要把这个密封圈拿出来 密封圈拿出来以后 要装到 这个金属块里面去 OK装上去以后 我们是要把这个 装到这个上面去 装好以后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要把 这个橡胶片拿掉 拿完以后 我们还是 放回刚才的位置 这个喷头根部 和电源水平线 然后我们再 回到这个菜单 在系统里面 系统这个菜单里面 找到快速开机 别管它 按掉 然后这边会显示 正在启动墨线 然后我们看 喷头这边 稍等一下 你看像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它墨水碰到外面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下处理 它屏幕上会显示 回收槽故障 怎么处理回收槽故障 你先去掉 然后等待等到喷头关闭以后 我们要准处我们要准备一个洗壶 洗壶里面要有清洗液 然后我们在系统里面 然后我们在系统里面找到 找到上面一个喷嘴清洗 然后按确定 屏幕左下方会显示 正在执行喷嘴清洗 然后我们要拿起清洗液 对着这个喷嘴口喷清洗液 这个动作就是在 我们在清洗喷嘴 大概这个过程是30秒左右 30秒以后 我们这边会显示喷头关闭 这是一个叫喷嘴清洗的流程 做完以后我们还是去快速开机 然后再看它会不会有回收槽故障 那这边快速启动的时候 会显示喷嘴正在启动 等到屏幕左下方显示喷头准备就绪 需要可能过一段时间 喷头准备就绪 喷头准备就绪以后 我们可以到 这个检验这个菜单 我们可以找到 它会显示正在进行系统教准 它会显示正在进行系统教准 还剩于大概19分多钟 然后那我们就继续等吧 等到它这个剩余时间结束以后 等到它这个剩余时间结束以后 一尾了 一尾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